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就講一下有關於英國方面的消息 今天BBC有一篇報導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在這篇報導裡引述了一份調查報告的數據 其中有兩項數據 香港人應該都會很關心 第一項數據就提到 說在今年有超過六成的英國人 是對於中國的印象轉差了 另一項數據就說 有超過六成的英國人 是支持香港人移民到英國定居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請這份調查報告 是由中歐亞洲研究所 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等等的機構聯合發佈 調查的時間就是從今年的九月到十月 一共在歐洲十三個國家進行了民意調查 根據英國的數據顯示 有超過六成二的受訪英國人 對於中國的印象就是負面 或者是非常負面 這個比例 就是歐洲十三個國家當中最高 不單止是這樣 有超過六成八的受訪英國人就說 他們對於中國的印象在過去的三年 就是轉差了 這個轉差的幅度 也是歐洲十三國當中最高 根據這項調查還說 在英國民眾的眼中 只有對俄羅斯和對朝鮮的印象 是比中國差 真的差得很厲害 這份報告就有所解釋 為什麼英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差得那麼厲害呢 首先第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雖然英國的媒體就沒有像特朗普總統那樣 猛地說關於這個病毒的源頭諸如此類 但是有些東西就叫做心照不算 而其次就是 有關於香港和新疆事態發展的負面報導 也導致英國民眾對於中國的看法 嚴重惡化 故此在英國 有相當多的政治遊說團體 都主張對中國採取 更加批判性的立場 實情來說 現在對華強硬那種鷹派 已經主宰了英國的政壇 否則 英國就不會打算在今年 派出他們的第二艘航空母艦 伊利沙伯女皇號 去到南海一帶的海域那處巡房 他們這樣做 無非就是要展示對華強硬的立場 如果不是 派到山場水縣做什麼 這份報告另一個亮點 就是 香港問題 也成為了英國輿論日漸關注的對象 在這份報告當中 受訪的英國人 絕大多數都是支持給予香港人擁有居英權 而在未來的中英關係當中 香港問題 更加是成為了一個 完全是鬥不開的話題 BBC這篇報道就提到 絕大多數英國人都支持香港人擁有居英權 究竟絕大多數是多少呢 我找不到具體的數字 就算我找回這份報告 調查報告的原文 其實他都沒有具體的交代數字 只是說絕大多數 不過 我找到另一份民意調查 這份民意調查就是再早點時間來做 就是UGAF 在今年6月26至28日來做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 知道5加1方案的受訪者當中 有64% 都表示贊成香港人在英國定居 表示反對的只有22% 而且在表示贊成的人當中 更加是不分政黨傾向 脫歐立場 性別 年齡 社會階層 或者是居住地區 在每一個範疇當中 支持香港人去英國定居的比率 都是超過一半 這個當然就是相當鼓舞的數字 起碼反映得到 主流的英國人意見 都是支持香港人移民去到當地 相比起在90年的時候 同一個機構 就是UGAF所做的調查 當年只有3成3的英國人 是支持給香港人有居應權 有5成7人是反對的 很明顯 民意就是逆轉了 當然香港人就要好好珍惜 別人的這份善意 千萬不要搞囂 整個場 有時候我看華民媒體 往往看到有些香港人 不知為何很著弱地 向那些媒體表達自己去英國 炒樓的議員 有些不僅是議員 已經是付諸實行 又說在倫敦 或者在曼城 一數就買五、六等樓 這些事情 簡直就是有外觀瞻 幸好英國人就不會看華民媒體 如果不是 別人怎麼想 華人有一句言語 叫做零給人知 莫給人見 老實說 你說勸人不要去炒樓 就愚蠢 因為人的行為控制不了 而且就算炒樓也是合法的行為 你有錢交得起稅 就可以炒 問題就是 你不需要敲鑼打鼓地接受媒體訪問 這件事很輕鄉 將香港的模式複製 去英國 究竟有什麼 就算是做 麻煩也低調一點 不要那麼難 你不斷敲鑼打鼓 告訴媒體 我很多錢 邀錢萬貫地 去炒樓 英國人租我的樓來供養我 人家聽到這些消息 會有什麼觀感 當時人家是接濟你 是不是 當然你有錢你很厲害 什麼一回事 你不需要 猛地跟媒體說 你買了多少層樓 我完全不理解 那些業主在想什麼 很厲害 是不是覺得自己 還是怎樣 這不是仇富的問題 而是 你要顧及當地人的感受 老實說你買了不出聲 沒有人知道 你也是買的 但是不需要 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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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記憶所及 在過去的半年 至少有不同的媒體 六七單這些報導 不需要那麼高調的 有時候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搞穿了個牆 你為什麼 當然 還有其他東西 比如說租樓方面 你不要搞爛人家等樓 諸如此類 總之 寄人離下 最重要是 人貴自資 就很重要 是不是 不要吊了香港人的架 而且根據這些民意調查的數據就反映得到 其實英國人是懂得區分中國人和香港人的 你一說香港人應該知道你是來自哪裡 就不像歐洲或者美國某些地方 都不太懂得分 英國就一定懂得分 因為英國的媒體經常有報導香港的情況 既然人家是對香港人充滿善意的時候 香港人都很應該叫做頭頭暴力 然後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這宗消息是由明報報道的 他們就向英國政府的護照辦公室取得了最新的審批數據 在去年的頭十一個月 英國就一共是簽罰了272395本的BNO給香港人 較2019年的全年簽罰數量急升了近八成 2019年簽了幾本呢 是十五萬一千本左右 而且2020年只是計了頭十一個月 如果計了十二月的話 我相信應該就是翻倍了 應該就是超過三十萬本 因為看回十月和十一月的數據 其實兩個月都差不多是簽罰了 接近六萬本 你27萬再加多五六萬上去 已經是超過了三十萬 所以這個數字也是很誇張的 當然很多人去申請這本BNO 無非就叫做拿來旁新 但是千多元 連這個速遞費 申請費 絕對就值得付 如果到現在還是 還未曾去更新 或者是換領 很快去做 當然英國就已經是公佈了 就算你現在那本BNO過了期也好 你拿著特區護照去到這個邊境的時候 入境的時候你跟官員說 我曾經擁有過BNO 只不過過了期 人家都可以查回你的身份 照可以批給LTR 問題就是 如果你拿著本BNO就方便很多 無論是去銀行申請戶口也好 或者是去租樓給業主看也好 起碼你拿著本BNO就不需要花費太多的唇舌來解釋 你拿著本特區護照 人家都未必會肯開給你的 或者未必肯租給你 人家正式不認識你老鼠 當然啦 去到1月31日的時候 5加1簽證就正式開放申請 如果到現在還未換BNO 到時一併換了 如果是想去英國的時候 現在這個世界很方便 千萬不要嫌麻煩 有些人說不知道找哪個副簽 這個世界的事叫做事在人為 另外英國內政部 他們又公佈了一份政策影響評估報告 這份報告預料 在5年之間的BNO簽證費收入 是可以達到6900萬至8600萬英鎊 而英國國民保健服務 就是NHS的收費 預料是可以達到6億至8億 而根據香港人口普查和英國就業數據 推算出來的 移民稅收 是可以達到53億至67億的英鎊 所以 英國內政部就估計 在這5年間扣除所有行政成本的 收益大約會有24至29億的英鎊 當然這是很可觀的數字 亦會為英國的經濟帶來增長 我覺得這些是國取所需 其實香港人不應該計較那麼多 一會又計算這個 那樣計算到盡 什麼都計算到盡 實情有些東西不能計算到盡 為什麼那麼多人前附後計要走到英國 無非就是想換來自由 偏偏自由是無價的 你不能用金錢來衡量 因為自由是至於金錢之上的核心價值 所以有些人不斷計算 沒得計算 這件事是很值得的 當然我們的台是很貼地的 你說錢是否重要呢 錢絕對是重要 貌生存、貌生活絕對是重要 但是自由偏偏是無價的 所以每一個人心目中的那把天秤 其實秤出來的結果都不同 所以大家就要自己來對他衡量一下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